配合政府組織再造及邁向國際化 因此航港體制積極進行改革 去年底立法院通過商港法修正案後 港務局離轉型變成國營港務公司的腳步 也越來越近 將期分離後 不但用人制度將不受政府管束 也能到國外交商 是增加競爭力的一大邁進 它最主要是整個行政院組織再造裡面 像交通部有交通部及建設部組織法 那另外有少數幾個部位 因為朝野還要再協商 所以變成100年以後就沒辦法通過 那變成要到新的會期開始 繼續朝野協商 那預計是看下個會期會不會通過 然後呢100年以後再來實施 所以行政院組織在本來就分兩階段 但可惜的是航港體制的改革 最後卡在交通及建設部 航港局組織法草案刪讀未通過 因此將重新會期再重新刪讀 對此結果港務局並沒有上棄 反而認為香港法和公司設置條例都通過 這項港務公司化的發展 目前朝野的意見已至 因此未來應該能順利通過 但其實大家沒有意見 朝野應該因為在一堵的時候 其實交通委員朝野是沒有意見 戰警組織規程先運作 那公司的話沒問題 因為公司設置條例過了 三港法也過了 所以兩個法過了 公司就可以去開始運作 那航港局組織法因為沒過 所以他用戰型組織規程先運作 等到102年戰型組織規程 組織法通過之後就變成正式的機關了 港務局也提到目前局內將先依戰型組織規則先運作 等到102年組織法通過後 就變成正式的機關 港務公司就能順利運作 屆時將積極擴展國際競爭力 帶動台灣經濟發展 記者總部歡迎台中廠報道